所以我們Java一進來是Man對不對 可是在Activity進來是Uncreate Uncreate之後的話呢 Unstart Unstart是Unresume 最後Activity才被run 才被run起來 所以它有一個生命周期 一定會執行這幾個方法 當它被關掉的時候呢 會Unpause Unstart Undestroy 然後這個 Activity就shutdown 就被從記憶體裡面把它移掉了 所以它有一個生命周期 那你要了解 App的生命周期才有辦法去做一些相關的應用 但是最重要就是 這個Uncreate 因為呢一定會觸發 所以初期你一定要先知道Uncreate的位置在哪裡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它Essence這個Activity之後 這邊一定會有一個Uncreate的方法 這個是自動會產生的 那程式就寫在哪裡呢 寫在這個下面 Uncreate下面的這一行 Super Super副成就是 就是 Activity Activity 實際上講起來 簡單講起來實際上就是 控制畫面的一個類別 就是我畫面上面要怎麼跑 基本上就是 由誰去控制 由這個Activity控制 所以畫面上面 我們不是 有一個畫面 畫面按下去 做什麼事情 基本上就是由它來去控制的 然後呢 它Uncreate之後 SetContentView R R的話就是resource 就是我們資源檔裡面的什麼 Layout Layout裡面有一個 把它怎麼樣 把這個View給叫起來 這個View 實際上就是Layout 對不對 就是它 所以基本上這一行 它被開起來之後有沒有 它會做什麼事情呢 把這個View怎麼樣呢 把它載到手機的畫面去 載 載進來的話就是SetContentView 哪一個呢 就是這一個 這個實際上指的是哪一個 指的是這一個 那這個R的話指的是 在那個Android裡面有個叫註冊檔 這個註冊檔裡面就是 用ID的方式 我指向這一個 把這個給叫起來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希望 我 這邊按